第3057集 顾玄私自进入茗玉之后 顾北行便派出了探子前往寻找 但始终都是一无所获 所以他肯定顾玄一定是被叶晨藏起来了 毕竟顾玄在茗玉不认识多少人不是吗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顾玄发生了意外 不过顾北行不愿意接受这种可能 因此在他心中顾玄绝对是被这该死的小子给藏起来了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 虽然顾玄因为不满意家族对他婚事的安排离家出走 但在顾北行的心中还是极为疼爱这个女儿的 否则顾家也不会任由顾玄这么做了 可现在自己的女儿失踪了 她一直期盼着找到叶晨 叶晨能够把顾玄带回来 但是叶晨却说不知道顾玄在哪儿 这句话让顾北行彻底失去了理智 轰隆一声 顾北行还真净的气息彻底爆发 她双目冲血地凝视着叶晨嘶吼道 该死的小子欺骗老夫 既然你不肯说老夫就打到你说实话为止 一柄长剑落入了顾北行的手中 六灭真觉运转 剑锋之上瞬间爆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毁灭道运 她死死地盯着叶晨 瞬间斩出了极为恐怖的一剑 顾北行之所以骤人对叶晨出手 实际上也是因为她心中对叶晨怀有怨念 若不是叶晨 顾玄绝不会轻易地离开暗喻 所以即便叶晨说的是真的 顾北行也不想就这么放过她 叶晨见状 面色以晨瞬间握住了煞剑 顾北行不愧是还真净的强者 这一剑给了叶晨极为巨大的压力 那道鸡舍而来的剑芒 就像是一座毁灭的深渊 要将一切吞噬殆尽 叶晨深吸一口气 化受神通 天妖之体 焚血绝等等 进阶运转到了极致 隐约之间 叶晨的体内似乎有一声雄吼响起 下一刻 一剑出 是星魂斩 璀璨的星光积舍而出 与顾北行斩出的毁灭剑芒 宛若两个宇宙一般发生碰撞 一道极为恐怖的波动 在两道攻击相撞的刹那 席卷了整片天地 就连叶晨身后 笼罩着灭绝六岛的大阵之上 都是瞬间遍布了 无数珠网般的裂痕 这传承自上古的大阵 竟然就因为两人的攻击余波 有了破碎的趋势 可见 叶晨与顾北行的这一击 有多强 就连那来历不俗的金色小龙 亦是面色一变 全力运转起了护体神通 朝着后方飞退而去 下一刻 叶晨斩出的星河开始破碎 叶晨瞳孔一缩 他没有想到 顾北行的剑芒 比想象之中还要犀利 顾北行拥有毁灭神道 而且造诣极高 拥有超越境界的实力 他的实际实力 比想象的还要恐怖 好在顾北行的剑芒 亦是暗淡了许多 转瞬间 那剑芒一个闪动 便落在叶晨的身躯之上 叶晨整个人 被这一剑剑芒 轰击地倒飞而出 狠狠撞在身后的 大阵光幕之中 大阵之上的裂痕 更加深邃了几分 顾北行微微喘息 这显然 方才那一剑消耗不小 此刻 他冷冷地看着叶晨 说实话 这样的结果 已经大大的出乎了 他的意料 方才他虽然没有 动用权力 但因为一时暴怒 用了八成的力量 叶晨就是直接被他 一剑斩灭 他都不觉得奇怪 叶晨还活着 已经是个奇迹了 就在顾北行准备 再次质问顾璇的下落时 面色却是 皱然一将 瞳孔收缩 只见几乎被镶嵌 到了大阵光幕上的叶晨 身体已经被鲜血染红 其胸口处是个 触目惊心的伤口 连内脏都清晰可见 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如此恐怖的伤口 竟是飞快愈合了起来 眨眼间便恢复如初 甚至连生机 都没有多大的影响 若非叶晨身后 那大阵光幕之上 遍布着裂痕 他甚至都以为 一切只是幻觉了 叶晨的生命力 太过拟天 顾北行冷哼一声 浑身毁灭道运激荡 空间与法则 在其周身不断破碎 他手中常见莲武 道道漆黑剑芒 竟是形成一道毁灭剑阵 朝着叶晨镇压而下 叶晨看着那毁灭剑阵 眼中也是浮现一抹怒意 他可没有被人压着打的习惯 叶晨怒吼一声道 醒魂斩 这一次 煞剑之上的星光 比之前明亮了数倍 眼见顾北行施展那毁灭剑阵 也沉意是将体内重新积攒起来的一丝 玄灵之力彻底灌注到了煞剑之中 转身之间 一道刺目星河便是撞在那毁灭剑阵上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中 只见那星河与剑阵竟是双双泯灭 这一次顾北行彻底呆滞了 他面线难以置信之色 方才那毁灭剑阵 已经是他的九成力量一击了 不知有多少强者 都陨落在了他的一击之下 若非叶晨的生命力 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他也不会施展 可如此强大的一击 却是与叶晨的剑光不相伯仲 也就是说 眼前这名修为不过乾坤镜的青年 实力竟是达到了还真境 顾北行只觉得自己的大脑 疯狂震荡着都无法思考了 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形骤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夜沉面色沉冷地凝视着他 手中长剑高高举起 对着他当头斩下 顾北行面色微变 但其战斗经验意识极为丰富 不仅没有丝毫慌乱 反而浑身凌厉 疯狂运转 一道极为凝练地毁灭剑芒 在剑锋之上爆发 他手腕移动 这一剑便朝着夜沉心脏狠狠斩聚 顾北行知道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攻其必救 岂不是就能将对手的攻击化解 他的想法没有错 只可惜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夜沉 而夜沉根本无法以常理来衡量 面对顾北行这瞄准其心脏的滞击一剑 夜沉竟是不管不顾 丝毫没有防御的意思 顾北行眼眸一颤 面显难以置信之色 夜沉方才确实承受了他的一剑 可那一剑的力量 已经被夜沉的星魂斩大幅度抵消了 而现在呢 面对着蕴含着全部力量的毁灭一剑 夜沉竟然还是选择用肉身硬扛 这只能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 要知道 顾北行的毁灭倒印 同样是四重天境界 若是被过于强大的毁灭之力侵入体内 即便是夜沉 也无法将之轻易消磨 很危险 完全就是薄命的打法 不过顾北行倒也是个狠人 他的眼中绿色一闪 同样没有收手的意思 初见的速度反而是更快了一分 下一刻 两声巨响同时响起 无尽的鲜血挥洒而下 顾北行这一剑极强 直接将夜沉的胸口洞穿 夜沉如今的肉身 已经迈入了成圣的门槛 极为坚韧 可在这一剑之下 竟依然显得是无比脆弱 夜沉的面色 一白 升级疯狂下降着 身形连退 显然在这一剑之下 受伤不惊 不过 受伤的不只是夜沉 顾北行的身躯如同炮弹一般倒飞而出 狠狠砸在了海面之上 哼的一声大响 大量的海水被震得冲天而起 这撞击的力量过于强大 竟是直接将这些海水震成了水雾 此刻 顾北行倒在海窗之上 浑身鲜血奄奄一息 一道无比猙獰的伤口 自尖头一直延伸到丹田位置 看起来几乎要将他的整个人都斩为两半一半 如果说夜沉是重伤的话 顾北行就是宾死 他剧烈地喘息着 眼中满是复杂之色 他知道夜沉留守了 若是这一剑斩在了他的头颅之上 他现在已经死了 在最后一刻 夜沉转变了剑锋的落点 说实话 顾北行对夜沉动了杀心 其实他自己也很清楚 顾玄很可能是出事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夜沉的存在 所以他要发泄心中的怨恨 如果找不到顾玄 那么就让这小子给顾玄陪葬 一道身影落在顾北行的身前 夜沉俯视着这名狼狈的中年男子 沉默了片刻之后开口道 顾玄没有死 他之所以不杀顾北行 是因为顾北行是顾玄的父亲 而夜沉心中也的确对顾玄充满了愧疚 顾北行闻眼 瞬间呼吸急促了起来 他眼眸颤动地看着夜沉 面上浮现出浓浓的喜色 夜沉道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我一定会找到他 我向你保证会将他带回来 说吧 一转身便要离去 顾北行闻眼眼神黯淡了一分 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平静 他突然开口道 小子等等 夜沉微微皱眉 他都放过了顾北行 顾北行难道还要纠缠不休吗 不过他还是缓缓地转过了身 只见顾北行面现一丝苦笑道 小子 你不会打算将我扔在这里等死吧 我可没有你那么逆天的生命力 送我回顾家 夜沉闻眼沉默了片刻后 走到了顾北行的身旁 先是将一枚疗伤丹药取出 让他扶下 随后便扶着他 坐上飞雷胶 朝着顾家而去 一路上顾北行似乎也解开了心结 而夜沉也将顾玄觉醒 绝灭神体 道骨被夺 又被神秘人出手救走等事 告诉了顾北行 听到顾玄道骨被生生挖出之时 顾北行整个人几乎都要被怒火点燃了 最后他神色落寞地对夜沉道 小子谢谢你 为玄儿那丫头抱着了 再愤怒又能怎样呢 以他的身份 若是轻易离开暗喻 甚至有可能引发名誉和暗喻的大战